Russell Westbrook Yeah 媒體的閃光燈 此起彼落 NBA球星Russell Westbrook首都來到台灣 出席代言品牌一連串的活動 周日的早上剛剛抵達寶島 微笑就尋覓球場動一動 臉上感覺不出疲勞 亞洲星的最後一戰 Westbrook看起來心情很不錯 身為聯盟頂尖空位也是雷霆行一個 自我要求嚴格的忍者歸 這趟大洲滑去之旅不論北京 香港 台北都固定自主訓練 上期他平均攪出23.5分 7.8籃板 10.4助攻的全能數據 18度攪出大三圓 也被看好是新球季最有機會拿下MVP的好手 讓人好奇他在新球季最強對決哪支球隊呢 東西區的禁慾歧視勇士的落榜 Westbrook最期待是開幕戰打76人 而除了球場之外他讀出一格的時尚品位 當然也要好好問一下靈感都從哪來呢 不 沒風格 這是自然的 我只要醒來睡覺 然後去睡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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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自己 Westbrook球場上同樣享受每一刻 他也勉勵所有小朋友堅持夢想 只要付出汗水 就有機會距離成功更捷緊一些 我來提醒吳君葵 黃華君 採訪報導